歡迎收聽Just Talk 焦土克 我是壞壞DJ Alby 我是大叔DJ大崔 今天的主題是 網路HolyShit 喔 煩耶 每次看在Facebook上面 都有一大堆在那邊貼些那種負能量 什麼意思 你說一直在抱怨的嗎 對啊 抱怨生活 抱怨工作 抱怨感情 對啊 抱怨意氣 抱怨毛不順啊 抱怨什麼各種各種抱怨 我覺得如果你抱怨一句話 一言以蔽之的抱怨我可以接受 如果是那種漏漏等的 漏漏等的或是天天來抱怨的 天天來抱怨同一件事的 對 那種也聽起來其實真的是蠻煩的 我之前 其實像Facebook上面就還蠻多人 就是那種大家會公認為他們是討厭鬼的 真的喔 我覺得像這種很愛抱怨的就是其中一種 對 你知道他們最愛抱怨的是什麼嗎 什麼 交不到女朋友 喔 交不到男朋友 對 整天直接在那邊你知道發花痴的動態那種的 你那個是發花痴嗎 我那種交不到女朋友的就會開始就是 自怨自愛 就覺得自己爛 我就是怪 我就是粉青 所以我沒有女朋友 這樣 那直接去上吊好了 然後就是遇到什麼事情啊都會 都會一定要扯到這個 對 其實這真的蠻煩的 那我覺得Facebook上還有很多啊 很多各種討厭鬼 各種討厭鬼 有那種 拉你進去一直拉你 夾你進去奇怪的社團 這個我最賭爛了 為什麼手機一打開我突然間加入了10個社團 對 歐美代購 歐美代購 韓國代購 日本代購 泰國代購 什麼各種名品精品的 泰魯閣代購 減肥社團 對 各種 這種也是真的是很討厭的 而且重點是他們根本不是我朋友啊 我覺得像這種的就是 應該就是典型的那種Facebook的那種廣告的 應該算是假帳號 假帳號嗎 那種會一直到你的動態下面留言說 就是減重請找誰誰誰 那種啊也是啊 IG上面也會有啊 我曾經有很心動過 看到網購都覺得還好網購沒什麼感覺 減重啊 你有叫他LINE嗎 還有那種就比如說什麼 像是那種曬恩愛曬得很誇張 曬恩愛喔 對 你有一陣子也曬得蠻 有一陣子 但是那個 我那陣子曬恩愛 其實那照片拍的都還蠻好看的好不好 對就是你的曬恩愛不會讓人覺得噁心 但為什麼有些人曬恩愛你就會覺得很想翻白眼 然後很想把它取消追蹤啊 真的欸 那是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 是人的問題嗎 可能是因為臉吧 可能像我比較帥所以看我的照片 就大家覺得說哇賞心悅目 好沒說服力喔 不是啊我覺得你剛剛講的照片會不會是因為 就照片拍的有沒有美感 欸這有可能 這的確有可能 對不對 就像比如說像那個很有名的那對俄羅斯情侶啊 Follow Me 對Follow Me那一對 像他們那個你就不覺得說那個照片很噁心 可是他們也很少放那種兩個人的合照 但是我覺得每一對他們有他們自己曬恩愛的方式 對 那我覺得像有些人可能他們曬恩愛就是放過多兩個人 你知道就是 對 有拉雞那種舌頭 喔天啊 其實我沒有很想看你的拉雞 我真的不想欸 就算如果今天是王陽明跟蔡思雨 他如果放就是拉雞照 我可能會覺得 痾 對不對 但是重點就是因為王陽明跟蔡思雨他們兩個 都放了一些很唯美的照片 對 到底是他們去旅遊都帶了哪個攝影師跟他們去旅遊呢 去一趟旅遊然後要發三個攝影師 對啊 可是他們的曬恩愛就真的是讓大家覺得 就很想看 就很想知道他們在幹嘛 對啊 我覺得就是他們很浪漫 對 很有趣的感覺 對啊 什麼兩個人在海裡面然後都要拍潛水的照片 什麼之類的 找到重點了好不好 愛曬恩愛的 恩愛 愛曬恩愛的 各位朋友們 不要再放一些什麼就是拉雞照了 你們可以就是去把你們兩個融入在場景當中 對 這樣子的山讓我們會非常樂意看 對 比如說你們兩個就可以躲在窗簾後面 然後兩個都不要穿衣服 然後兩個露出兩個頭 蠻可愛的 對 俏皮 下次我試試看 有偷情感 對 偷情頭不會露出來好不好 偷情頭是重點 對 那假設你真的忍不住很想要把你們就是那些親密的時刻記錄下來 你就是也可以自己自己珍藏就好了啦 偶爾放個一兩張不錯 但是那種就是有一些已經看起來很ㄎㄧㄤ了 對 就是 沒有啦其實我覺得就是 這個東西當然就是一個是尺度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美感 其實如果有美感的東西 我覺得跟大家分享 大家一定都很想看 對 但是我今天這東西已經沒有美感 就覺得其實不用一直貼上來 除非你就是貼上來就是為了要對大家做一個攻擊 對 我就是要攻擊你們 讓你們眼睛很痛 好 覺得頭暈目眩不舒服 噁心想吐 然後我就把它刪掉 好 你講剛剛那些討厭鬼其實都真的還蠻討厭的 還有耶 我覺得還有很多耶 我自己很怕一種就是會 就他的臉書喔 明明就是有在用 可是他都 就你不知道這個人在幹嘛 他可能沒有心情 沒有任何的東西 他全部都是轉貼文章 喔 那個也很怪異 臉書一點進去全部都在轉貼一些什麼 勵志文章啊 或是直銷的東西 勵志文直銷文 對 星座文 你講到直銷 直銷式的那種正面型的 正面型的動態 你剛剛講的是負面的嘛 但有一種超級正面到一個爆炸的那種動態 其實也會讓人覺得還蠻可怕的 那不是也不是算是討厭 就是有一種覺得毛毛的 對 通常那種大家都會講啊 那種過度正面的那種文 差不多是那種直銷或是保險 對 就是這兩種人是最容易會貼上那種非常非常 極其正面的文章 你有夢想嗎 就這種 正能量吸引力法則 對 只要你想的 宇宙就會給你 整個宇宙都會來幫你 哈哈哈哈 不是這我就覺得就是 你知道 如果你 東西全部都是從別人那邊聽來的 就是複製講一遍 然後用自己的嘴巴講出來 對 就很奇怪 但你沒有經過自己的思考 自己的消化 就是一個很像是一個影印機還是什麼 發傳單的 對啊對啊 有很多人喜歡你 你不是常會講網美嗎 對啊 就是去 譬如說網路上看到什麼 立志的句子 然後就再配上自己的照片 對 像自己要睡覺前的照片 可是大農裝 對 可是你知道 這種東西就是你知道 還是有一個就是網美的優勢啦 網美講什麼 只要他露個你知道 稍微穿性感一點 對 都還是對的 大家還是買單的 可是我就在想 會不會他們這樣其實是你知道 在做散事 因為下面就是有一群這樣的人 這麼需要看到這個啊 所以我們 我也是集中職業 你也是嘛對不對 我也很愛看網美你知道 你就會開啟自動按讚機制 對啊 一定要這樣的啊 每個都讚啊 對啊 所以這個世界不能沒有網美 喂 是這樣嗎 就是我覺得 其實蠻有趣的 雖然我們覺得可能討厭或什麼的 但其實有些人是喜歡的啊 也對啦 對不對 我比較 我還有點怕有一種是那種就是 他很 可能屬於憤青的那一掛 憤青 他的說話方式非常的帶有憤怒 嗯 然後很批判整個社會 一直不斷的批判批判批判 我覺得批判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他 我們需要批判 是需要的 可是我們更需要可以解決的方法 是 對有些人他就只是一直在罵一直在罵一直在罵 沒有啊像 我覺得像之前Facebook還有一個很有 還有另外一種很討厭的人 就是那種 跟你立場不一樣的人 啊 然後他就要一直跟你 跟你站 對一直站 站不完站不完 很無聊 這種人很多欸 對 你有你站過什麼 其實我還好 最常就是站什麼政治的東西啊 對啊我覺得政治是最常站的嘛 嗯 然後 前陣子還有什麼很流行大家在站的東西 嗯 嗯 啊我記得我看過你有一個好像也有人站過 什麼 就是前陣子大家流行買一雙球鞋 喔 那個也是啊 對 那個 那個事情我覺得你還蠻衰的 沒有我覺得那個 嗯 我覺得其實像像Facebook就是 它是社會的一個小縮影啊 嗯 那 有人有人都會都會講說啊 會認為說Facebook上面就是瘋子很多啊 或是說很多人很愛站啊或幹嘛 可是我覺得其實愛站的人從以前就一直都有啊 對 只是說因為現在的網路這個東西 這個媒介太發達了 對 所以就變成是這個 你隨時都看得到 對都看得到這些人 那 但是我會認為就是說像他們都 會比如說喔 我跟你立場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敵人 所以我們就是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其實 大家都會有不一樣的立場啊 就是都可以講出自己的想法 或是自己的聲音 那我覺得這都沒有錯 就是 對 我們就是要學習去尊重對方 你不用特別去 好像你知道有些人他特別喜歡挑語彬 你講了可能你講一大篇東西 你其中一句話 他就針對你那個東西 然後一直不斷的講講講講 一直戳戳戳戳戳 可是其實你整個講下來 你根本不是那意思 對 那曲解什麼扭曲這種東西 就是也非常多 非常多 造成臉書真的是 無時無刻都充滿討厭鬼 尤其你不是覺得就是 我們比如說有時候看一些網路新聞 最喜歡就是看那個 下面網友的留言 對 網友有時候真的是 超精采的啊 很有才欸 超精采的啊 我覺得網友的留言都是 你知道充滿了攻擊性 真的 不是有一些雖然有攻擊性 但也蠻趣味的 對啊當然當然 對 他們趣味到我甚至都覺得 他們可以來主持節目了 但是就不曉得說 這些人離開了網路之後 他們還有沒有總 繼續當一個當面鬼 當然 這事情我覺得也蠻奇妙 對啊沒有其實我覺得像這個就是 就是大家現在都躲在這個電腦的這個屏障後面 就是反正創個帳號 我隨便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反正你也看不到我啊 對啊 對 所以就是一直將自己不斷的變成一個 比討厭鬼還更加討厭的討厭鬼 大家真的不要這樣啦 雖然說網路很方便 然後我們也有言論自由 可是有的時候 然後你真的可以去就是 再更多增加一點自己的想法的寬度 對 或是多充實一點自己的知識 對啊 這個也是我們就是一直在學習的東西 雖然是我本身也是屬於非常容易憤怒的那一種 對 但我懶 所以我懶得讚 懶 懶讚 懶讚 哇 時間過得超快的 就是我們這段時間都差不多了 雖然這個那個臉書的討厭鬼 好像還沒有討論完畢 沒關係 我們可以等下一段節目再回來跟大家繼續討論 臉書討厭鬼之類的 那謝謝各位今天收聽Just Talk 焦土刻 我是YYDJ Elby 我是大叔DJ大翠 我們下次見 Bye